实际上我跳进去之后我才发现跳进了火坑 然后我当时都痛苦了快失去自觉了 我当时把那个着的那个表给扔到那个粉筋的颅里边 然后当时我发现就着了几张 然后剩下都没 还有很多一大卷都没着 然后我就从那个侧门旁边的侧门就进去 进去之后 我当时什么都没有想 也没有想过他身前 也不知道他的温度有多高 然后当时就一心想着 跳进去把剩下的纸给他烧完都行了 实际上我跳进去之后 我才发现跳进了火坑 然后我当时都痛苦了快失去自觉了 就是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就在那到处打火 然后就眼睛就找那个出口的方向 然后就在那痛苦一边痛苦 挣扎一边在那喊救命救命 后来过来几个年轻人 他们才合理把我给捞上来了 最后等我捞上来之后 我发现我这个身上 这个胳膊上 然后这个皮全部都掉了 然后往下搭了 然后身上渗出来一层的血水 当时过疼那块失去自觉了 然后有那几个救我上来的好心人 又帮我打了120 最后然后120把我送到这个1521院